原木风还有没有人喜欢? 你想做的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害怕做出来以后是这样的 今天这三点一次说清楚 原木风怎么搭配才会高级不翻车 点赞收藏开始了 1.墙面 原木风墙面建议只有白色 而且尽量选暖白 因为做原木风就是想营造一种温馨感 只有白色不会和木色去抢风头 不会喧宾夺主 其他颜色拥跑 和人一做的整体不协调 然后是墙面另一种颜色 木色 原木风最出效果 也最容易翻车的就是木色 木色选择记住这几个关键 浅色统一树纹 解释一下就是 木纹选择尽量用这样的浅色 室内的墙板柜子门 颜色纹理一定要统一 纹理就选树纹的科技木皮 记好这几点 你已经不会出现网上那样的翻车案例了 2.地面 原木风的地面也要度约大纹理 不管木地板还是地砖 选择相对素色细纹理 可以和整体更搭 可以用木地板木纹砖 或者素色的阳光砖都可以 切记不要用这样的亮光大纹理砖 3.注意事项 不管要做墙板还是做柜子 尽量保证做整面做大面 才会显得更整体 千万不要跳色拼色 很容易在原木风里翻车 一旦做的拼色没做好 就会显得很廉价 注意好这几条容易翻车的点 原木风也能做得很高级 好了 感觉我说的有用 给我点个赞吧